古代科举,考中就能升官发财 为了实现经济飞升,有些人就难免动起了歪心思 为了保证考试公平,女皇武得天最先拍板 所有考生必须遮名字 但这个方法,扩解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但有暗号,你能把我怎么样? 所以到了宋代,防作弊手段直接升级 不仅要遮名,试卷还得专人抄写 更觉得是,考试期间,考官得在考场里管五十天 是不是有点高考前,管出题组的意思了 但只要想作弊,神经也拦目 到了明清时期,什么暗号夹带都是小意思 人家直接买通所有考官,再来个枪手替考一条龙虎 在准考证和搜身都没用的情况下 朝廷只好寄出最后一件法宝 啥?清朝咸丰年间,皇帝派遣文元阁大学是主持科举 结果,让一个大字不识只会唱戏的奇人上了网 咸丰瞬间暴怒,当场除此所有考官 哪怕除考是一品大官,两朝老臣 都没能捡回一条命 看起来,这才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这才是 fueron会中研究这是? ha het